大家好,在上个视频中,我提到了三个有效防止鼠害和虫害的方法,但我发觉没有解释清楚。 所以,我做这个视频,再跟大家交流分享一下我的种菜防虫害经验。 刚开始学种菜时,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,学会了用厨余做堆肥和叶肥。 那时候的我是很兴奋的,因为我觉得可以把垃圾再使用是一件很环保的事情。 我的厨房里放了很多一瓶又一瓶的叶肥。 我的阳台上也是一盒又一盒的堆肥。 冰箱里也有很多冰冻的果皮,还有橘子皮,晒干的橘子皮,还有鸡蛋壳。 当然,那时想法是希望让蔬菜能长得越来越好, 但事于愿违,因为厨余还未完全分解。 叶肥未完全发酵时,那些腐烂的果皮是有味道的。 我们人类有可能闻不到,但那些野外生成的小动物们的嗅觉是相当灵敏的。 它们,所以那些果皮腐烂的腐味啊,果皮的腐味就能把它们引过来。 特别是放虾、鱼肚等,更是糟糕。 阳台上不但引来了副鼠、臭幼,还有很多小黑飞。 后来我慢慢发现问题所在。 厨余一定要等完全分解以后才可以使用。 叶肥也一样,要等完全发酵以后才能使用, 否则的话,它们会引来鼠害和虫害。 第二点是浇水问题,一定要早上浇,而不是晚上浇。 因为晚上气温比较低,土壤湿润的话,再加上未完全分解的堆肥, 那么菜园就变成了小虫的热园了。 第三点就是,只要土壤不干燥,每天只需要浇少量的水。 这样可以杜绝虫软滋生的条件。 其实经过一番折腾,我觉得大道质检,就有两种肥料即可。 一是worm casting,就是蚯蚓肥,是一种极好的粪肥。 另外一种肥料是Dr. Earth。 它是一种慢慢释放有机营养的有机肥。 这两种做鸡肥的话就可以了。 大家请看图片中,绿色的部分就是Dr. Earth。 是我把黄瓜换盆时,作为积肥,混在土壤里的。 它会在一两个月里,把营养慢慢地释放出来。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蔬菜不够营养。 现在我就用这两种作为积肥。 蔬菜长得很健康,也没有了虫害和鼠害,家里也干净了很多。 土壤是需要营养的。 你看这是我施过肥的土壤,种的西兰花。 这是我直接把种子埋在土里的,看它就长不大。 这几种是我常用的土壤,再添加蚯蚓肥和Dr. Earth。 我觉得这些就可以提供足够的养分,让蔬菜健康地生长。 谢谢大家观看。 请关注和点赞。 谢谢。